這個2012年學習霸成立 學習霸部位教育平台成立以後 在很多學校都有捐贈這個硬體 那個iPad還有這個協助架設網路 當然目的就是要提升整個數位學習的能量 那我們台北市在很多年前就開始推酷克運 那2020年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這個半年就比跟那個四年 過去在之前四年的總流量一樣 我看看去年我們那個烏合營的點閱次數達到了快要1900萬 所以大概有時候危機就是轉季 常常在推這個線上交易、推好半天都推不動 這個疫情一來就順勢就給它推起來 不過其實我們當時在 做這個數位學習平台 一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解決我們台灣數位落差的問題 這叫網路人權 我大概看過我們台北市的數字 台北市目前沒有辦法 就是說成人裡面沒有辦法使用網路了 大概是10% 就是說禮拜天每個人都有手機 如果他沒有手機 然後家裡也沒有Internet 他沒有辦法上網 在我們目前台北市的population裡面大概是10% 那 那從1994年TripoW上市以後 我後來發現沒有辦法使用網路人幾乎 在這個世代他沒有辦法追上學習的腳步 那我也看過2020年 我們國中畢業要考高中 我們要考五科 那機車要考五科 那每一科有七個分數 考西我記得我上任的時候 我們台北市大概是12到14% 那去年我們算是進步降到10% 我後來發現我們現在國中生畢業 考西的百分比跟我們沒有辦法使用網路的百分比差不多 到10% 所以我認為一定有很高的相關係數 只是我們沒有再去做經理部的分析 所以我們 就是到去年 只要我們到去年的 去年的9月 才在台北市把這個 整個這種數位的基礎建設完成 我們現在所有的國小、國中、高中 都能夠都有校園光鮮網路 每個教室有Flyify 國小三年級以上都有iPad 不過iPad現在只是說它可以用 但沒有達到說它隨時都可以用 大概就是隨用 然後大概主要 我們的教室大概有85吋螢幕 我們目前透過這個 Internet 在學校 因為我們大概需要光鮮網路 所以在學校 我們庫克林已經拍了一萬一千多部的影片 大概國中高中每一堂課大概都卡不起來 不過坦白講 先求有再求好 因為先求有一個影片 我每次都那種一鏡到底的 就是先求有 慢慢的 我們要透過各種 這種比我們去 要分這個意 中、南 各種程度 因為教育 其實要怎麼教也是個學問 所以當時一開始 我們庫克林拍了一萬一千部 那在未來的時間 我們希望把這一萬一千部 慢慢給它 再 優化 另外我們電子書 我看大概有46萬冊 其實我們所作所為 一個目的就是說 教育是窮人翻身的最後機會 這是我的政治理念 我不管說怎麼樣的資本主義國家 有兩樣要社會主義 一個是醫療、一個是教育 那台灣因為實施健保的關係 所以在醫療的估計大概是沒有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當時在設計老人的時候 我寧可 我不要給他一千五 我寧可去幫他付健保費 因為我過去在美國的經驗 你知道 很多老人 大概是沒有錢他就沒有買健保費 美國沒有健保卡 沒有好幾千萬人 通常他 我們在庫蒂醫院 就是說公醫院 那個進來都很爛 因為他就是沒有醫療保險 所以他平常會去看病 高血壓他也不會吃藥 直接進來就是中風腦出血 所以當時在怕說我給老人給他一千五百塊 他常常就買什麼糖果給孫子吃 他也不會自己也沒有用到 他自己又沒有健保幾乎 他說也不會去看病 所以後來我們在台北 我們六十五歲以上 林哥把台北市所有老人 健保費有幫他付 他cover住 但我們有排富 所以我們大概 我們台北市的老人 扣掉排富 每個人現在健保費是 今年一月一號開始 是台北市政府的版本 就是要確保這個醫療解決掉 那再來 我剛才講說 不管怎樣有資本主義國家 有兩個要有社會主義 一個是醫療 另外是教育 本來教育是窮人翻身的最後機會 我每次說我就是一個例子 我爸爸是小學老師 我自己很認真讀書 可以考到台大醫學系也可以往上爬 可是很不幸的 在網路出現以後 凡事沒有辦法使用網路的人 他根本在教育上要失去的競爭力 所以為什麼台北市政府 當時會發這麼大的力氣 兩年的時間籌劃 把整個校園光鮮網路全部布起來 我們大概下一步就是要讓 國小三年級以上 每個學生隨時都可以用 Mobile Device 可以去連接我們在校園裡面的 這些知識體 透過網路去連接我們的知識的這種體系 為什麼呢 教育是窮人翻身最後機會 不可以讓那些因為沒有辦法使用網路的人 他從此在教育上失去競爭 目前我們在台北市 去年我看到數據是 10% 那我們既然去年9月開始 我們國小、國中、高中全部都布置完畢 所以硬體大概解決了 那下一步是軟體 當然庫克雲我剛才講過 庫克雲是先求有 拍了一萬一千步 不過老實講 我看 學生是這樣 有趣的學習他就會學習 你讓一鏡到底的 他無趣還是無趣 所以我們現在開始要怎麼讓 教學變得很有趣 讓學生原理進來去學習 這是大工程 所以在未來幾年的時間 在我們基遊的應理基礎上 如果讓庫克雲更friendly 更有趣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非常謝謝這個 學習爸願意跟我們共央盛舉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政府跟民間的力量的結合 特別讓教育變成平等 要機會平等 其實說完全平等是不可能 機會平等 只要你願意努力 你願意讀書 你就有機會 在這個社會階層可以往上流動 這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非常謝謝這個學習爸 跟我們庫克雲的合作 你知道 那我們 會想辦法 讓人再出更多的錢來幫助我們 這個要實現你知道 教育是窮人翻身的最後機會 這個一定要讓我們在 至少我們在台北市在 應力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團體要努力 好謝謝大家